原意想回家艾妈Candy跟着花草散步去 这个Yellow Walking Iris形容的就像这样子一整片的鸢尾花 非常活泼亮丽的气息的这个黄色散步爱丽丝 黄散鸢尾又称为黄花巴西鸢尾 这样子一整片的花草呢天天随风摇曳着 就像这个花蝴蝶般一样的柔美 这样一整片的花海让我坠入这个黄内的印象画作当中 它有一幅极维尼的鸢尾花画作 就像我这个图片当中显现出来 但是呢黄内曾经说过我最完美的杰作就是我的花园 那么就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探索这个会走路的黄散鸢尾 这样子的花儿在清晨的时候是闭合的 会到了这个阳光出来的时候它才会盛开 它是可以全日照也可以是半日照栽培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好栽培的这种园艺的植物 这样子黄色的花呢十分的艳丽 那它但是它的花朵呢就是生命很短暂了 不到一天的时间它就会凋谢 这样子的黄散鸢尾呢是水露两栖 就是一种很好种的园艺植物呢 那它又属于多年生的植物 那它原产于这个墨西哥到巴西 所以因为花的形状很像这个巴西鸢尾 所以它又称为黄花巴西鸢尾 像这样子花朵呢 它的花瓣呢 其实呢是在中间这三瓣呢 才是它的花瓣 那旁边那三瓣大大片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花儿 那花瓣跟花儿呢 中间都有这红褐色的这种斑点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这样子黄色鲜艳的花朵 中间带有褐色的鲍纹 十分的艳丽 这样子的花朵呢 其实从它的这个镜呢 你可以看得到 一个镜上来呢 可能会有一到三朵 那它的这个叶片呢 就是像这样子 一片一片像剑一般的一样的圆 然后一整排就像扇子 所以它被称为黄扇鸢尾哦 那从这个扇片的中间呢 长出了一根花茎哦 这样的花茎呢 就会有一朵又一朵 那一朵卸了以后 隔天会再开出一朵哦 那开出的这样子的一朵 就轮流的开放哦 日复一日 虽然它的花的寿命很短哦 然后花卸了以后呢 它就会生出这样一串一串的小苗哦 这样小苗慢慢长大了以后呢 它的重量呢 就会往下压哦 整个花茎就会压到地面上 然后就会发根 就会发出很多新的植株哦 这个植物学上呢 就叫做胎生的现象哦 所以它的有一个英文名字 就叫做Yellow Walking Iris的意思 就是会走入的黄色鸢尾哦 这个植株的花茎呢 就是真的很多小苗 自然也就很多哦 它很快速就会发展出 一片灿烂的繁花哦 随着风而摇曳哦 随着每天的日出呢 它就展开新的花朵哦 那尤其在我们台湾呢 它已经是非常适应这个环境哦 虽然它是不折不扣的这个外来种呢 但是呢 它已经跳脱出原来的这个生育环境 而能够生存在这里 悠然自得呢 宛如就是我们本土植物呢 真是美极了哦 它真的很像巴西鸢尾的这个开花状态啊 以及它的繁殖状态呢 非常的像呢 那我有做这个巴西鸢尾的这些影片呢 如果你喜欢可以去点阅更加了解这个鸢尾花的种植跟繁殖的状况啊 那就分享到这里哦 这是我们的黄膳鸢尾 记得喜欢我的分享要按赞订阅并分享哦